哈喽小伙伴们好呀我是小梗 最近有小伙伴有问题请教我 就是啊 姐姐姐姐 我生存挖矿特别特别慢 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效率吗 这个这个嘛 我还以为小伙伴说要教他建野人宫殿 哈哈姐姐我实话实说 你这个野人宫殿我不喜欢 啊为啥呀 你先跟我说如何增加挖矿效率 我再告诉你理由 嗯好吧好吧 其实增加挖矿效率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吃变异新冠袍子 铁岛能当金岛用哦 那姐姐怎么样获得变异新冠袍子 想要获得变异新冠袍子 就得去太空 去太空之前 小伙伴还要准备几样东西 一样就是蘑菇 每次采蘑菇 都会去最原始的大城堡 你看长满了蘑菇 哎说真的 这间城堡在我生存地时间就建好 就是一直没住过 每次都被小伙伴说我太浪费 第二样东西自然是氧气果 太空没有氧气 需要氧气果维持 第三样要带的东西就是剪刀 等变异袍子成熟了 需要剪刀削削 当然这些东西就可以做火箭上太空了 哦可恶啊 还没下来就被东东攻击 这么久没见 也不用这么想我吧 我的大宝剑也很小 两刀送你归西 找新冠袍子 得找空岛 诶 这么快就发现了 这里以前我剪过这块袍子 特别熟悉 不过这里满天空是羞羞 得小心行动啊 很多都把蘑菇种在袍子下面 两种蘑菇分别种哦 一番功夫后蘑菇全部种完 现在呢就围去最原始的遗迹 地图上留小物质的地方 路途顺便打打钉钉 钉钉掉落的碎片 可以做新几时做洋气罩 这是我第一座探险的遗迹 下面还有以前探险的宝库 也有不少的食物 在这里倒上几天也没有问题啦 放下新几时 产生洋气罩 再也不用吃难吃的洋气果 嘿嘿 看到没 有变异蘑菇啊 说真的 这变异蘑菇真难长 相连过去了 就变异了几个 周围很多都没有变异 不过够做实验了 拿起剪刀 修修修几下 把袍子梳涕关头 带上便宜袍子 搭上大火箭 回家啦 啦啦啦 啊 嗯 爆炸了 完了算没有空打 小伙伴们 以后你们做火箭 一定要注意头顶 有没有障碍物啊 新的我原始的遗迹 还有一部大火箭 哇 总算有进无险回家啦 精彩的要来哦 吃上便宜的袍子 一半一半增加的概率 嘟啦 你看挖掘那里增加了25% 角色也增加了25% 总共就是50% 看我的 挖挖挖 你看 这速度 毫不夸张 一秒五快 如果使用疯狂挖矿法 钻石 无处可抬 姐姐 挖钻石效率怎么样吗 挖钻石啊 你看 也是秒差的 是不是很厉害耶 当然 想挖矿效率更快 就像我一样 附魔速度5的钻头 0.2级的属性 就能达到和我一样的挖矿速度啦 目前来说 最实用的还是吃便宜袍子挖矿 是对了属性 铁鎬当金鎬来用 对哦 小伙伴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的野人宫殿 呃这个 这个嘛 因为骨肉啊 不喜欢猪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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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